你知道吗 有这么个国家 只需花四万英镑就能当一天国王 2011年他推出了出租整个国家的业务 两碗起租 提前半年预定 只要你有钱 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临时国王 当上国王后 住的是皇家城堡 吃的是宫廷大餐 喝的是教藏美酒 你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临时货币 和街道命名权 全国一百名警察公里差遣 还能安排你建一些外国元首 在政府大楼 象征性地开一些会议和签署文件 这个国家就是劣质敦士登 总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 不到上海1% 这个国家没有机场 没有火车 没有高速 没有地铁 全国就两条能汇车的马路 所以也被称为大丸小国 这是首都瓦杜仔的国家议会 里面有五个政府议员 居然三个还是兼职 全国就有一条河 一半还是瑞士的 横跨在莱茵河上的木头桥 也跟瑞士一国一半 桥中间是两国分界线 不行五分钟 不小心就出国了 因为地方小 存在赶低 打仗也跟打酱油似的 1886年浦澳战争 列支敦士登 凑了一支八十人小队出征 回来时候不仅毫发无伤 还揭示了一个意大利 有人 最后排查人数 八十人变成了八十一人 虽然他们人口不足四万 人均GDP却是世界前三 是中国的十五倍 美国的三倍 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幸福指数报表 经济上的阔绰 使得犯罪率几乎为零 以至于他们的警察 大多数以导游为主要职业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租国家 也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增加知名度 他同时也是滑雪胜地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 记得慢点滑 不然一不小心就滑出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